遭遇鬼容的五位男星,第三位被看舞到伤疤清晰,第五位变残后差点自杀。 第一位,胡歌,胡歌,是娱乐圈,一位低调敬业的好演员。 2005年在《仙剑奇侠传》中塑造了豪爽深情的李逍遥一角成名,然而正当他事业走红石。 在2006年街派武侠去射雕英雄传,时却不幸遭遇车祸,与他同行的女助理经抢救无效死亡。 胡歌经过六个半小时的抢救,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,然而身体却遭遇重疮,脖子及右眼峰和一百多针,还接受了幼颜角直体手术。 经历了一年的痊愈期,胡歌又回到了大众的面前,不过他眼角的伤疤还清晰可见,但是并没有影响他的心路。 如今的胡歌更是用演技征服了大家,成为娱乐圈敬业低调的踩模。 第二位,琪琴,琪琴曾是一代情歌浪子,也是乐坛最早的偶像歌手之一,有着低沉婉转的反应和优质的外形,备受大家的喜爱。 然而2011年琪琴在北京家里把火灌石,因上门服务的白灌石不顺,将酒精散在了琪琴的身上,引发了火灾,导致琪琴的背部、面部驱赶严重烧伤,被诊断是深二度烧伤,面部烧伤超过了三分之二。 后来远赴美国进行,因为这场一挖琪琴推掉多场演出,经济损失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,但是琪琴并没有怪罪保管师。 琪亮对方是一个刚入行,没多久的打工妹,不得不说琪琴真的很大度。 第三位,陈绍华。陈绍华是内地歌手,因演唱九月九的九,九九女儿红,而在全国走红。 陈绍华火了之后,做房地产的哥哥一心支持他的演艺事业,还是巨资买下了某影视公司的制作权,让该公司一心为陈绍华服务。 然而陈绍华在事业火红的时候却遭遇不幸,陈绍华哥哥因为生意跟某些商家产生了纠纷,这些商家便找到了陈绍华头上,砍了陈绍华五刀,还有一刀砍在了陈绍华的右脸上,导致面部又甲骨受伤严重。 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整容,但演出时还需要化妆,卸妆后八厘米的刀疤依旧清晰可见,最后身先遭遇打击的陈绍华,决定退出娱乐圈从商。 第四位,于浩明。 于浩明是通过快乐男生的选秀而出道,当初有着优质的外形,被称为国民弟弟,然而在事业上生气的他在排戏的时候却因为一场傲破戏发生意外, 导致自己被灼伤,黏黏净毁,经过了艰难的修复期。 于浩明重新回归,如今的他少了帅气,却靠演技征服了观众。 第五位,吕浩吉吉。吕浩吉吉是作家好研的儿子,也是内地男演员。 2002年参演《景悲剧》《中二月组2》开启演业事业。 2003年,吕浩吉吉去马尔大夫旅游,时为了煞成古天的那样的黑皮肤。 在海边晒两整整一天,结果脸部被严重晒伤,几乎混容,被鉴定为一级灼伤。 回国后的吕浩吉吉,到一家整容进行手术,结果惨遭拥衣护腰,整容手术失败,导致左脸变形。 表情僵硬,陷入绝望的吕浩吉吉,完全不敢看自己的脸,也不敢见任何人。 甚至写些自杀,因为最后一刻想到家人才放弃自杀念头。 网友纷纷表示真是自作自受啊,遭遇鬼流的五位男星,第三位被卡捕到伤疤清晰,第五位变残后差点自杀。 对此,你怎么看待呢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